一个巨型竹台树立在白宫附近的椭圆广场上 一年一度的点亮仪式是由美国陆巴维茨之友主办的 该组织的执行副总裁立维谢姆托夫说 光明节的信息是随着每一天的过去日子越来越光明 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黑暗和不确定的 我们要用明亮用清晰和正派做出回应 在罗马数百人聚集在巴贝里尼广场观看点燃巨型竹台的仪式 市长弗吉尼亚拉奇告诉人群 在目前这个困难的历史时刻人们更有必要团结起来 我们都看到了历史正让我们经历着一个特别困难的时刻 因此我们就更有必要彼此靠近 在社区生活中最有代表性和最有意义的时刻团结亲近 就像世界上最古老的社区之一罗马的犹太人社区那样 就在罗马市长讲话几个小时前 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在主持圣诞节弥撒时呼吁在叙利亚停火 光明节又被称为犹太光节 每年持续八天 光明节是为了纪念犹太军队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战胜叙利亚统治者 并在公元二世纪收复第二个耶路撒冷圣殿 VUA卫视为您报道